最后13秒落后2分,威少又出现离奇失误,谁注意到哈登塔克,最后13秒,保罗上篮被犯规博得两次罚球并稳稳命中,雷霆队领先2分,但比赛时间还剩13秒,足够火箭队打一次进攻了,威少快速持球推进,来到对方半场他突然加速向内线突破,雷霆队早就识破了威少的意图,四人夹击威少,威少慌忙传球时只看到了考文顿, 此时哈登和塔克面前均无人盯防,戈登也已经在右侧底角站住位置,传给这三人都可以,可他偏偏传给了立足未稳的考文顿,威少的这次失误,正式宣告火箭本场比赛失利,他随后意识到问题所在,满脸无奈,根据媒体统计,威少在本场比赛关键时刻,出现了一次投篮三不战,一次上篮不仅还有两次失误,威少的表现帮助老东家赢得比赛, 有球迷调侃到,雷霆队还是太依赖为少了,总之,火箭雷霆的抢期大战非常有看点,谁输球谁杠杆,哈登、保罗、威少三人都会拼尽全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